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捍卫自己的价值 台湾总统马英九 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 立法院长王金平 副总统吴敦义等出席了会议 会议呼吁国民党凝聚共识 团结胜选 台湾民进党发出新闻稿称 朱立伦身为国民党主席面对执政团队失能 政党陷入混乱 却将责任推给在野党 推给人民 台湾执政的国民党今天召开第19次 全国代表大会临时会议 会上已经决定废止对洪秀柱的总统提名 并征召党主席朱立伦为总统候选人 有关详情 下面我们就连线在台北的 美国之音记者李亦华 请亦华为我们说明今天开会的情形 亦华你好 今天国民党的这个临全会正式登场 也已经确定了由朱立伦取代洪秀柱 代表国民党角逐2016年的总统大选 那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开会的情况 现场有没有爆发什么冲突 是的 许博 距离台湾2016总统及立委大选呢 只剩下91天的时间 那么国民党呢为了救选情在今天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那么会议中呢讨论废止洪秀柱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的提名案 以及那经过党代表讨论最后呢是以举手表决的方式 经过大会清点现场的党代表人数一共是这个891人 那么表决的结果是812票同意废止洪秀柱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提名案 那么也就是说现场呢有超过九成的党代表同意这个废止案 最后呢会上再以这个起立鼓掌的方式呢 通过了征召朱立伦参选2016的总统提案 那么一直以来这个所谓传言的这个废柱换朱的这个传言呢 将也就是说在今天呢正式的拍板定案呢 那么这个现场的这个情况呢会议上还算是平和顺利 除了在这个当中呢曾经有这个洪秀柱办公室的人呢 这个曾经那个举手表是说希望能通过不记名投票的方式 那么最后呢还是由大会决定 由这个举手投票的方式来通过这个议案 那么会上发言的包括有总统马英九 还有前副总统连战 那么还有前党主席吴伯雄 还有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 还有现任的党主席朱立伦 那么大家都呼吁国民党呢要团结合作 并且强调团结他才能胜选 那洪秀柱呢在这个会上呢 大家也对他的这个演说非常的关注 那他发表了将近15分钟左右的演说 谈到了他对这个国民党的忠贞 还有他一路走来的这个辛苦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洪秀柱呢 他在稍早的这个临权会上 他怎么样说 不知道几分钟后 我的身份会不会改变 但不变的是我对党的热爱 以及我对中华民国的期盼 我说过 我会深重林权会的决定 党可以不要我 但我绝不会放弃党 是的那被换下这个总统参选人资格的 这个洪秀柱呢 在演讲完之后呢 他也先行离开了会场 到会场外面和这个挺柱的这个粉丝呢 发表谈话 那么他面对大家高喊要 洪秀柱要选党主席呢 洪秀柱他也表示 如果选党主席是一个目标的话 那么大家可以一起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所以接下来呢 似乎也不排除洪秀柱呢 将选党主席 那么接下来把现场交还给主持人徐波 好的 那么国民党呢 他临选前临时换将 身负这个重任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那么今天他在讲话中 谈到了哪些内容 一华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呢 那国民党的林权会呢 他最后是在全体党员起立鼓掌 通过这个征召朱立伦参选2016的总统之后呢 那么朱立伦他也发表了这个 避议会的这个演说 那么当初他也强调说 这个当初他会出来从政呢 他的目标就是为了要为这个下一代来谋福利 那当这个希望破灭的时候呢 要勇敢的站出来 他也说政治呢 不是为了争权夺利 而是为了创造下一代的幸福 那他还谈到了说这个 国民党呢 要从哪里站起来 国民党接下来要走入群众和民众站在一起 那么民众在哪里 这个国民党呢 就应该在哪里 那么同时呢 因为他一直表示说 他曾经会要 他曾经表示说 要将会在这个市长任期之内呢 把这个新北市的这个市政的工作呢 做满做好 那么同时呢 因此他今天也对新北市民表达深深的歉意 不过他也说 这是为了国家的前途 所以呢 这是一个相当难做的决定 这是一个不得不的决定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个朱立伦他话锋一转 开始攻击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的两岸政策 那他在辩论会 他说的这个 他希望呢 能够举办辩论会 和这个蔡主席呢 好好当面问一问 他所谓的维持现状到底是什么 他希望蔡英文呢 能够说清楚 想明白什么是两岸的现状 是马总统这七年来的 不同不独不武的现状呢 还是蔡主席所说了算的这个现状 那么这个 他也强调说 这国民党呢 最后呢 他是没有再分裂的本钱 这是一个国民呢 国民党是要将走入历史 还是创造历史的时刻 那么蔡英文主席呢 明天就要成立他的竞选总部 那朱立伦也强调说 这是一场应战 接下来呢 他需要每一位党员的支持 来带领国民党打赢这场选战 许波 好 那么对于国民党临阵换将 洪秀柱夏 朱立伦上 民进党方面是有什么反应呢 是的 这个大家都相当关注 这个今天这个 国民党的林权会的情况 那民进党总统参选人 这个蔡英文呢 他今天面对国民党召开的林权会呢 这个洪秀柱夏来 我们朱立伦上台的这个新的选局呢 他也表示 民进党呢 一直会步步为营 很小心地打赢这一场的选战 那针对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在这个林权会上发表谈话的时候 这个他谈到说 这个需要开这个辩论会呢 那这个民进党方面的发言人 王敏生他回应说 这个政策的辩论呢 本来就是总统大选里面的 必经过程 民进党非常的欢迎 而且就期待所有的 有意义的公共政策的辩论 而且呢 依照惯例呢 只要等所有的候选人都完成了 登记参选的工作呢 成为了合法的候选人 这些辩论的安排就可以来进行 那么王敏生他也谈到说 这个今天这个林权会呢 朱立伦的谈话呢 他只有一个感想 那就是偷梁换柱 掩耳盗铃 恐吓人民不知所云 那王敏生他说 朱立伦身为国民党的主席 对于执政团队的这个失能 自己的领导呢 领导的政党陷入混乱呢 丝毫没有这个反省的这个 听起来没有反省的这个意愿呢 而且还把所有的这个责任 推给在野党 推给人民 是呢这个掩盖自己的这个领导无方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都会相当的这个期待 民进党这个蔡英文 跟这个朱立伦 国民党的这个总统参选人朱立伦呢 将会有哪些交锋 续播 好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 祝台北